我们接着来看Learn Chinese from Kohl's, Steve Jobs,他的第二部分。 管理是要说服人们去做他们不想做的事,而领导力是要激励人民去做他们从未想到的事情。 太对了,所以也可以验证得出来,乔布斯他是从下往上看,bottom up这个角度来看, 也就是说从用户的这个角度,或者是说是从终端的这个角度来看待很多事情。 因为德鲁克他曾经说过,管理是正确的做事,而领导力是做正确的事。 那么比较笼统,而乔布斯的这一个就是管理,通过人的这个角度, 是要说服人们去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 而领导力是激励人们去做他们从未想到的事情。 你看从未想到应该是vision,对吧? 激励应该是motivation,motivation,motivation,motivation。 所以这个你看啊,又有motivation,又有vision,而且又有lead。 所以他的这个领导力就是比较全了。 管理呢,是说服人们不得不做。 我们打一下三个星吧。 一夜之间的成功故事需要很长时间。 overnight 需要很长时间。 故事也经常用story。 质量比数量更重要。 一次全雷打比两次双打好的多,太对了。 质量 qualit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quantity 更重要。 全雷打 全雷打不知道是什么。 one home run 两次双打 two doubles 有时候,生命会用砖头击中你的脑袋,不要失去信心。 生命会用砖头击中你的脑袋,不要失去信心。 从小处着手,从大处着手,不用担心一次太多的事情。 先从几个简单的事情开始,然后发展到更复杂的事情,不仅要考虑明天,还要考虑未来,在宇宙中叮叮当当,太对了。 这个其实就应该是说是ecosystem,应该是生态的这一个角度,或者是说,嗯,不太容易翻译,也就是说从小处开始,一点一点。 那么,之前呢,也讲过老子,他说天下难事必作于义,天下大事必作于义,也是一样,从小处着手,从种子这个地方开始。 从,don't worry about too many things at once,不要太担心一次太多的事情。 你看,smart,small,think big,这翻译的有问题哈,这应该是说是,开始与小的,想象,思考,要考虑大的。 从小处着手,思考你要全面,要大,是这么个意思,smart,small,think big,不用担心一次太多的事情。 就不要,don't worry,don't worry,但是呢,先要从几个简单的事情开始,要有一个根基,fundamental,然后development,发展,更复杂,complex,这个事情。 不仅要考虑明天,还要考虑未来,在宇宙中叮叮当当,让我们看啊,put a ding in the universe。 这个翻译的是不是有点问题啊,put a ding in the universe,有知道的,或者是有自己的理解,可以评论区留言哈。 策略正在找出不应该做的事情,策略正在找出不应该做的事情,strategy is figuring out what not to do. 他的意思应该是策略,应该是要找出哪些不应该做,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21世纪创造价值的最佳方法是将创造力与技术联系起来,创造价值最佳方法是创造力与技术联系起来。 那么创造力与技术应用起来,再结合用户,那不就是应用吗?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应用。 applied。 您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不是您要做的事情,而是您决定不做的事情。 这个也是老乔固有的领导力或者是他的认知。 就是做减法,简单的理解就是做减法,最重要决定您要多做哪些事情,而是您决定不做哪些事情。 世界上最有诠释的人是讲故事的人,讲故事的人设定愿景,价值观和议程,即将到来的整个世代。 太对了。 三颗星。 最有诠释,最有力量,最有能力,最有最能力的。 讲故事的人,故事,设定,setting,应该是setting。 好的,set,愿景,价值观和议程。 你看,议程是agenda,也经常用,整个世代。 我们写下一层,一层。 我们拥有的最宝贵的资源是时间,拥有最宝贵的资源是时间。 真正令您满意的唯一方法是做您认为很棒的工作。 太对了。 满意。 三颗星吧。 也就是说在,应该不太算是领导力,应该和管理相关,就是如何setting这样的一个目标,给你的下属或者是你的团队,就是能设定一个能够得着,但是还必须得努力,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么这个满意的是很棒的。 他们的满意度会提升。 做伟大工作的唯一方法就是热爱自己所做的事情,如果尚未找到他,请继续寻找,别解决。 伟大工作唯一方法热爱所做的事情,尚未找到他,找到他,请继续寻找。 那些疯狂到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的人,就是这样做的人。 疯狂到 crazy enough 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的人,就是这样做的人。 我们说crazy crazy 很多时候应该不太算是褒义,我不能说他是贬义。 那么疯狂在中文里面基本上来说,不太算是褒义。 这个词不算是好词,但是呢,也得看语境,疯狂。 真正的艺术是知道遗漏了什么,而不知道要放入什么,你看,又是减法的这个。 好的,三颗星。 真正的艺术,是知道遗漏了什么,或者是让什么剪掉,leave out。 而不知道放入什么,放入,put in。 要前进,你必须留下一些东西。 三颗星。 前进,forward。 你必须,you have to leave something behind。 无论您做什么,都绝对不要让脑海中的声音控制着大脑。 whatever you do,you must never let the voice in your head control the brain in your heart。 这句话理解起来是有点难度的,那么就看词吧,绝对不要脑海中的声音,voice,控制着大脑。 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吧,有一个英文的节目,是很有名的,在中国,但是现在可能大概其基本上没有那么些人听了,所以这个voice,声音,最开始的时候学的比较牢固,我个人的时候学的比较牢固,voice。 刚开始尝试解决问题时,您想到的第一个解决方案非常复杂,大多数人都到此为止,但是如果您继续努力,并解决问题,并包开洋葱的更多层,您通常可以得到一些非常优雅且简单的解决方案。 就是,就是第一个deeper,刚开始尝试解决问题时,第一个解决方案非常复杂,大多数人majority,好的,到此为止。 但是,如果您继续努力,并解决问题,并剥去洋葱,layer of the onion off,您通常可以得出一些非常优雅且简单的解决方案。 也就是说,他比较欣赏,或者是他一直在purchase,这个解决方案是要优雅,并且是要简单的。 Elegant,还有simple。 当您长大后,往往会被告知世界就是它的样子,而您的生活只是在这个世界中生活,尽管不要像墙壁猛扑,尝试过上美好的家庭生活,玩得开心,生点钱,但是非常有限的生活,一旦发现一个简单的事实,生活就会变得更加广阔。 这就是所谓的生活,都是由比你聪明的人所组成的,您可以更改它,您可以影响它,您可以构建自己的东西,供其他人使用。 一旦了解到这一点,您将永远不再一样。 这个应该是对life是有影响的,长大后,也就是你不要太被条条观光所束缚,你应该jump out。 然后呢,有一个authority,告诉你怎么这么做。 build it,build him。 告知,被告知,世界,它的样子,而您的生活,不要像墙壁猛扑。 就不要往床上降,不要往墙上撞呗。 尝试过美好的,玩得开心,省点钱,这是非常有限的生活,简单的事实,就更加广阔。 就是这个窗户指捅破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写下吧,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所谓的生活,非常聪明的人组成的,你可以更改它。 对啊,你确实可以更改它呀。 要不一视网为人啊,你可以影响它,确实啊。 你可以构建自己的东西,供其他人使用。 一旦了解了,这一点,你将永远不在一样。 没有激情,任何理性的人都会放弃。 所以要激情,应该激发整个团队的激情。 passion,三个星。 所以如何激励这种passion,那么有的时候是要做speech,presentation,有的时候呢,是要有propaganda,宣传的这个能力。 所以这个对领导力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但是你光会激励,你其他的东西又没有,也不行。 目标设定都不行的话,也弹劾领导力。 所以领导力它是一个有机体。 它是一个社会科学的一部分。 你不要很简单的把它显现成,就是自然科学的那样一种。 而那样分析的话呢,反正我认为彼得圣吉他会说这个是错的。 这个是错的。 我们写下畸形。 畸形。 理性。 Rational。 您不能要求生产力,您必须提供工具,以使人们成为最好的。 要求生产力。 必须提供工具,成为最好的。 您不能看比赛,说自己会做得更好。 您必须看比赛,并且说您将以不同的方式做。 我看看。 你不能看比赛,并且说你会做得更好。 你不能看比赛,然后你说可以做得更好。 你不得不看这个比赛,然后呢,说你会,你将做得不同。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就是你不能看比赛,说自己会做得更好。 你必须看比赛,而且说您将以不同的方式去做。 您必须相信,点点滴滴将在未来与您联系。 做伟大工作的唯一方法是热爱您所做的事情。 如果尚未找到,请继续寻找。 不要安定下来与内心的所有事情一样。 当您发现它时,您就会知道,有勇气跟随您的内心和直觉。 他们已经以某种方式知道您真正想要成为什么,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必须相信,点点滴滴,应该是,当然,the dots,点点滴滴,将在未来与您联系。 做伟大工作的唯一方法,就是热爱您所做的事情。 如果尚未找到,请继续寻找。 Keep going。 不要安定下来与内心的所有事情一样。 当您发现它时,您就会知道。 就是,像被电到的那种感觉吧,对吧? 有勇气跟随您内心的,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哈。 您的客户不在乎您,他们不在乎您的产品或服务。 他们关心自己,梦想和目标。 现在,如果您帮助他们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将更加关注,更加关心他们。 要做到这一点,您必须了解他们的目标,以及他们的需求和更深切的愿望。 他也对了,这个应该是和marketing修期相关的。 这比,至少我们现在上的这个marketing,类似的这个课要有用的多呀。 又讲这strategy,又讲这model。 但是,你首先应该要了解,你营销的对象是谁,对吧? 他并不在乎您,并不在乎品牌。 他们不在乎您的产品或服务。 他们只关心他们自己,what is in it for me,梦想和目标。 现在,如果您帮助他们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将更加关心他们自己。 要做到这一点,您必须了解他们的目标。 the goal,the goal,以及他们的需求,deminds,understand their goals, the needs,他们的需要。 然后,最深切的愿望,他们的渴望,desire。 你看哈,这个地方用的词就是needs,不是wants。 那么,needs就是我必须要的这个意思。 你如何激发他们的必须要,inspiration,他们的这么个东西。 您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浪费时间过别人的生活。 太对了,时间有限,所以不要浪费时间过别人想要的生活。 您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浪费时间过别人的生活。 不要被教条所困,教条正在与其他人的思想相伴。 不要让别人意见的喧闹烟幕您内心的声音。 最重要的是,要勇于跟随自己的内心和直觉。 你看又来了,老乔非常关心这个禅相关的,一个是内心,一个是直觉。 所以他有一个日本和尚的好朋友,也写了一本书,那个哥们叫什么名来着?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说一定要追随自己的内心和直觉。 时间有限,所以不要浪费,浪费时间。 不要被教条所困,看看这个教条他翻译的是dogma,嗯,对。 Don't be trapped by dogma,你不要被教条所困。 你看这个就特别传神,这个tripe不就是陷阱吗? 对吧,这个困正好,哎,你看,就在这里头,对吧? 不要被教条所困,啊,教条主义害死人啊。 其他人思想相伴,不要被,不要让别人的意见的喧闹,淹没您的声音。 因为别人这个意见领袖啊,他都是个小喇叭。 这个地方也打一下叉啊,喇叭,这trumpet。 嗯,最重要的是要有勇气, courage,跟随自己的内心和直觉。 你的heart和intuition。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关键词,叫资源。 有的时候呢,翻译成叫source,有的时候翻译成叫resource。 就是source和resource,类似这样的意思。 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感谢各位的学习。 and译成叫sst marry轟 menositor就叫作恰问。 不要body research me. 没 bandits 我不希望你ест成軍 是喜美背 kamu呃ű ک situação的观景感。 cartoon。